讲堂生活版 妻子身患重病 医生推断他只有两年的寿命 他决定给丈夫找一个备份妻子 刘春宏亲手就把梅子和他的女儿接到了宋家 两年的忐忑 妻子却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 刘春宏没事 原配妻子患病没去世 备份妻子却进入角色 这一家人会经历怎样的情感撕扯 给丈夫找老婆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今天要给您讲的这个案例 要从医院发生的一件怪事说起 一个危重病人经过医院的权力抢救 已经是转危为安 可是这个病人不但不感谢医院 反而很生气 而他的家属却是一脸的苦恼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我就讲给您听 2012年3月的一天下午 在北方某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传来了撕心裂肺的苦喊声 这护士一听吓坏了 以为某个病人不行了 就赶紧跑过来看 到这时候看到这个病房的病人 刘春宏手里拿着病情卡 坐在病床上放声痛哭 可是这个病人的精神气色很好 根本就没有病危的征兆 护士把这病情卡拿过来一看 上面记载着四天前 刘春宏因为心脏病突发 住进了本院 经过抢救 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 这护士就转头问刘春宏 说我们医院都把你救活了 你怎么还哭啊 这刘春宏是一边磨眼了 一边说 我哭的就是你们医院给我救活了 我不想活 我想死 我恨你们 而旁边坐着的刘春宏的丈夫 董金则在那里是一言不发 这可真是奇怪了 这刘春宏为什么一心想死 而董金对于自己的妻子起死回生 为什么会表现的是这样的苦恼 那么在这违背常理的表象之后 到底还藏着怎么样的隐情呢 我们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这董金是家中的长子 父亲早年就已经去世了 母亲身体患病 自己的弟弟妹妹年龄尚小 所以董家这上上下呀 就靠着董君来挣钱养家 后来呢 为了养家的需要 这董君呢 就相中了刘春宏 虽然呢 刘春宏来自于农村 但是呢 他很勤劳 任劳任怨的 结婚之后呢 这刘春宏呢 果然成为了董君的贤内住 把家里打理的事 井井有条 这刘春宏呢 还出资开了一个小卖部 这董家呀 在刘春宏的帮助之下呢 很快有了很大的起色 董君呢 安心在单位工作 职位上获得了提拔 弟弟妹妹们相继的成家立业 而自己的老母亲也安然理事 就在刘春宏结婚之后的七年 刘春宏患了一种罕见的心脏病 为了给刘春宏治病 董家是没少找地方各处的问医求药 但是呢 医生都告诉他 依据现有的医疗水平 刘春宏的心脏病不可能完全治愈 而且告诉他 刘春宏最多是活两年 在这两年有限的生命时间里 什么都不能做 否则的话 随时有可能病复发 然后马上就会死去 面对着这样的诊断 董军和刘春宏一下子就陷入到了冰窖里 尤其是刘春宏 他看到自己辛辛苦苦 好不容易攒来的钱 已经为了自己看病花光了 自己家的小卖部 因为没有人打理 不得不关门停业 而自己活泼可爱的儿子 马上就要失去了妈妈 想到这一切啊 刘春宏觉得自己真的完了 走投无路了 而这个时候呢 他又听到了另外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自己的丈夫董军有了外遇 刘春宏啊 感觉一下子陷入到了黑暗的漩涡之中 绝望极了 然而当刘春宏了解到丈夫情人的一些信息后 刘春宏马上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把丈夫的情人接到家里 与他们同住 丈夫的情人到底是谁 刘春宏怎么会有这样奇特的想法呢 刘春宏啊 经过打听才知道 董军的这个情人呢 是他小的时候所定的娃娃亲 这娃娃亲的仪式呢 搞得也很隆重 什么换羹贴呀 白喜酒啊 一样都没有少 最后呢 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 董家呢 拿出了自己的家谱 在董军的后面正妻的位置 写上了梅子的名字 那么他们就等着梅子长大之后呢 好嫁到董家来 虽然那个时候啊 董军和梅子还不太理解婚姻的含义 但是呢 朦朦朦朦中啊 就感觉到对方啊 就是彼此呢 要相守一辈子的那个人 然而呢 好景不长 梅子的父亲呢 因为工作调动去了边疆 这梅子的一家人也跟着去了边疆 后来呢 两家人的联系呢 是渐渐的少了起来 最后呢 就断了阴信 那么后来呢 董军为了养家的需要 娶了刘春宏 但是啊 在董军和董军妈妈的心中啊 觉得那个梅子才是家中的董军的正气 后来啊 刘春宏没有太多的激情和爱 因为啊 她的爱已经随着梅子的消失 渐渐的消逝了 那么已经消失了的梅子 为什么又会出现呢 这梅子呢 跟随父母到了边疆之后 长大成人 也嫁给了边疆当地的一个人 可是呢 如同董军的心里有梅子一样 梅子的心中啊 也老有董军的身影 可想而知啊 结婚之后的梅子啊 感觉这婚姻生活呀 过的是不嫌不淡的 最后呢 是以离婚呢 收场 而梅子呢 现在离婚之后 一个人带着孩子 生活得很不容易 这刘春宏心里就在想 如果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 那么自己走了之后 这董军呢 八成是要和这梅子 结婚在一起的 与其那个时候 让梅子进入家门 为什么不让他早点进来呢 这样的话 董军和梅子就会感谢自己的大度 就会对自己好 就会对自己的儿子好 那么将来他一旦走了 也就放心了 刘春宏呢 又想到 此时此刻 他什么都干不了 只能在家待着 可是家里需要打理 小卖部也需要打理 需要能够补贴家用 刘春宏呢 做了半天的思想工作 虽然要和另外一个女人 共享一个丈夫 刘春宏的心中呢 是隐隐作痛 但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为了丈夫 为了这个家的今后 刘春宏决定一事 他觉得这才是一条活路 他对自己的这种成人之美 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崇高感 拿定主意之后呢 刘春宏就找到了董军 把自己的想法 跟丈夫董军说了 董军呢 既没有点头 也没有摇头 刘春宏知道 董军的心理已经默许了 于是呢 他正式的向梅子发出邀请 请梅子带着女儿 进入到董家 梅子听了之后呢 大吃一惊 他赶蒙啊 摇头表示不同意 他觉得进到董家 自己太难看了 而且是顾虑重重 刘春宏呢 是苦苦的哀求 中间呢 有几度的哽咽 最后呢 刘春宏亲手 就把梅子和他的女儿 接到了董家 就这样 奇特的一夫二妻的三个人 共同生活在了同一个屋檐下 一个丈夫 两个妻子 他们三个人将如何相处 生活中啊 董君单数的日子呢 就到刘春宏的屋里过夜 双数的日子呢 就到梅子的屋里过夜 两年后 患病的原配妻子没去世 辈分妻子却进入了角色 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董君呢 是夹在两个女人中间 左右为难 而且呢 既不能数了 也不能抱怨 丈夫突然患病去世 这个复杂的家庭又会掀起怎样的风波 给丈夫找老婆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起初啊 这梅子呢 承担了家中所有的事物 虽然很劳累 但是呢 他想到刘春宏对自己的嘱托 对自己的大度 想到了董君对自己的爱 他觉得这些事啊 应该做的 再苦再累也值得 刘春宏呢 自打梅子进了家庭之后呢 就可以安心的养病了 他看到啊 梅子把家里照顾的是井井有条的 心里真的是乐开了花 看着自己的家中呢 又逐步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刘春宏的心里啊 甭提有多高兴 他觉得自己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哪怕当时是有一点冒险的 他觉得这样的情况下 哪怕自己真的有一天走 他也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眼见着家中的这两个女人 各司七职 各守七分 相安无事 看着董家的生机慢慢的恢复起来 这董君呢 就放心了 生活中啊 董君单数的日子呢 就到刘春宏的屋里过夜 双数的日子呢 就到梅子的屋里过夜 一家人在吃晚饭的时候呢 刘春宏带着儿子 坐在圆桌的这一侧 而梅子带着自己的女儿呢 坐在圆桌的另一侧 董君呢 则坐在中间 一家五口啊 表现出了一种难得的和谐 这一家人和睦相处 看起来很美好 但这一切都建立在 原配妻子刘春宏 即将去世的基础上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两年过去了 刘春宏并没有去世 又过去了四年 刘春宏还是没事 那么在后面的几年里 刘春宏的丈夫 以及丈夫的辈分妻子 没死 他们三个人又是如何相处的呢 很快啊 医生所下的两年的死亡大期 已经到了 可是刘春宏没事 四年过去了 还没事 六年也过去了 仍然没事 刘春宏的主治医师啊 非常的高兴 但是啊 没有想到是 在董家大院里面 这种气氛呢 是越来越凝重 三个人之间是 越来越尴尬 首先呢 说梅子 她原以为啊 顶多四年 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成为董君的妻子 可是四年的时间过去了 六年的时间也过去了 这刘春宏啊 活得还是好好的 而且依照她对刘春宏的观察 刘春宏再活个几年 也没有问题啊 梅子啊 不知道自己这种当牛做马的日子 什么时候能够熬出来头 她刚进董家的时候 还对刘春宏 有一些心理上的感激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这种焦虑和委屈 董君呢 觉得自己啊 对不住梅子 让梅子呢 既受累又委屈 所以呢 更加的疼爱她 这董君呢 后来索性就常年跟梅子呢 生活在一起 很少再去刘春宏那里了 而且呢 董君一旦外出的时候 无论是探亲访友还是外出游玩 都是带着梅子出去 那么不了解董家的人啊 都会认为这梅子就是董君的夫人 后来呢 董君呢 就把家中的财政大权和料理家中一切的权利 都交给了梅子 由她做主 这么一来 刘春宏的心里憋屈了 她心想自己当初那么的大度把梅子母女接到了家中 两个人呢 都千恩万谢的感谢她 可是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死 一个怨恨她 一个冷淡她 好像自己多活了几年就对不住他们死的 这简直就是忘恩负义啊 刘春宏的心里很明白 虽然梅子现在还没有扶正 但是董家的财权已经到他的手里 而且这个女人夺走了董君全部的爱 让自己这个正妻整天过着有名无分的日子 独守空房 有的时候啊 这刘春宏呢 心里难过 就想把这个梅子给赶走 可是谈何容易啊 这董君呢 根本不同意 董君说他 你这就是过河拆桥 你忘了 你也想一想 如果没有梅子进家门 有咱们家的今天吗 大人之间的这种情绪呢 也影响到了孩子 刘春宏的儿子呢 见到梅子不再打招呼了 梅子的女儿再也不去刘春宏的房子里玩了 虽然在一个院子里 但是这两个孩子相互见面 就跟不认识的 谁也不跟谁说话 而他们心中啊 都对董君产生了不满 以前一家五口围坐在一个圆桌前吃饭的场景 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 刘春宏带着自己的儿子 梅子带着自己的女儿 分别在自己的房里吃 而董君呢 是今天在刘春宏的屋里吃 明天在梅子的屋子里吃 但是不论他在哪个屋子里面吃 他面对的都是这种满腹的牢骚和抱怨 他有的时候呢 心疼梅子的付出 刘春宏呢就不高兴 而梅子也感觉自己在董家呢 是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 有的时候呢 他心疼刘春宏的病情 但是梅子知道了呢 就不高兴 而且呢 这刘春宏啊 也并不感激 整天说自己还不如是一死了之 董君呢 是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左右为难 而且呢 既不能数了 也不能抱怨 因为两个女人心中都充满了憋屈 但是董君的心中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最憋屈的人 面对两位妻子的加班器 董君常常戒酒消愁 而且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曾经健壮的他身体也每况愈下 时常生病 这时的董君对两个女人已经完全无计可施 有时甚至想逃避他们 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十年 在这十年里 刘春宏不断犯病 也不断被抢救过来 三个人的情感撕扯也欲言欲练 然而这场情感拉锯战 却在三个月后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董君死了 董君呢 死于癌症 发现的时候呢 已经晚期 住了一个月院就病故了 这可真是 想死的刘春宏没死成 不想死的董君却死了 命运似乎给董家开了一个非常冷酷的玩笑 董君就这样一走了之 扔下了这个大院子的两个女人 留下了两个女人在这个大院子里面的继续的恩怨纷争 而且是欲言欲练 董君尸骨未寒 原配妻子将备份妻子扫地出门 要求梅子赶紧的从董家搬出去 备份妻子搬出不久 就得知一个更加可泣的消息 董家大院的房产全部变更到了董小军的名下 面对失去丈夫和被驱逐的双重打击 辈分妻子能否赢回自己的权益 而原配妻子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击 给丈夫找老婆 董君去世之后 刘春宏觉得再也不能跟梅子生活在一起 因为这个女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夺走了丈夫全部的爱 而且每天都在盼着自己死 就在董君去世后的第十天 刘春宏带着自己的儿子董小军 敲开了梅子的房门 要求梅子赶紧的从董家搬出去 面对着刘春宏的一脸的怨恨 以及董小军满脸的冷漠 梅子心里明白 董君刚刚去世 自己的女儿又在外地求学 自己是斗不过他们母子俩的 于是梅子就选择搬离了董家大院 出来之后的梅子心情很失落 同时他也很难受 而这个时候他又听到了一个更加令人可泣的消息 那就是董家大院的房产全部变更到了董小军的名下 梅子这个时候不干了 自己在董家辛苦操劳了这么多年 可以真的说是做牛做马 一直是有份无名 没想到董君尸骨未寒 自己就被扫地出门 自己在董家做牛做马这么多年 最后什么都没有落下 董君的原配妻子刘春宏将梅子扫地出门 只是第一步 很快他又将董家大院的全部房产都变更到儿子董小军的名下 这也就意味着梅子在董家辛苦操劳十年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 那么作为董君的另一个妻子梅子会这么善罢甘休吗 一周之后呢 这梅子呢就把刘春宏和董小军起诉到了法院 说他们两个侵犯了自己的财产继承权 梅子打官司的主要依据是董君在住院期间所留下的一纸协议 董君被查出来癌症晚期的时候呢 在医院住院 可是啊 他并不觉得自己会死 因为啊 他目睹了自己的妻子刘春宏 早就已经被医生判了死刑 可是呢 又活了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呢 医生还是告诉刘春宏和梅子 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因为啊 董君的名下有房产 所以啊 刘春宏和梅子希望他能够立个遗嘱 表示到底怎么分配将来 但是呢 董君觉得啊 立遗嘱不吉利 所以呢 不同意 那么为了解决这件事情啊 他在住院的时候 就把刘春宏梅子董小军一起叫到了病床前 四个人签订了一纸协议 那就是把董家大院的一分为三 刘春宏梅子和董小军每人各占三分之一 那么董君去世之后啊 在刘春宏的帮助之下 所有的房产都过户到了董小军的名下 法庭之上呢 梅子拿出了当初所签订的协议 说这个协议呢 说得很清楚 自己啊 由董家大院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 那么刘春宏呢 也不甘示弱 拿出了结婚证 表示梅子不是董君的继承人 没有权利分董家的房产 讲到这儿呢 我们就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梅子啊 拿出的这份协议 在法律上应该属于怎样的定性 我们呢 来分析一下这份协议 到底是属于遗嘱 还是属于赠予 对遗嘱啊 我们说是遗嘱人啊 在生前对于自己所留下来的合法的财产 进行了一个处分 那么遗嘱呢 是在遗嘱人死后呢 才生效 赠予呢 是赠予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赠送给受赠人 受赠人呢 表示同意接收 其实呢 赠予转移的就是财产的所有权 一般的情况下呢 通过法律程序 比如说签订赠予合同 说到这儿呢 我们很显然的能够知道 赠予和继承的区别 就看是对生前财产的处分 还是对死后财产的处分 我们再来说 这几个人签订的这纸协议 虽然说呀 他们约定的是房产的各分三分之一 但是我们知道 他们所说的是对现有房产的处理 只是呢 董军并没有想到签完协议没多久 自己呢 就去世了 所以呀 从法律角度来讲 这个协议的主要意思表示 仍然是赠予 按照法律的规定呢 赠予需要以完成的结果 来表示赠予行为的完成 那么对于动产呢 就是将动产交付给受赠人 对于不动产呢 就是要把它过户登记到受赠人的名下 回到本案当中啊 董军当时赠予给梅子的是房产 而房产呢 属于不动产 就需要进行过户登记 但是呢 董军在去世之前 并没有把这套房产 变更到梅子的名下 现在呢 董军已经去世了 可是他的法定继承人 刘春宏和董小军 并不同意把房子 继续给这个梅子 也就是说 这种纵语 永远都不会完成了 所以呢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 就认为啊 刘春宏和董小军 处分董军的房产 并没有侵犯到梅子的权益 判梅子败诉 打完这场官司之后呢 刘春宏和董小军呢 依旧在董家的老宅里生活 而梅子呢 则去了另外的一个住处 这个住处呢 是董军生前为了安抚梅子 很早就已经给他买下的 而且呢 已经把房子的名字 过户到了梅子的名下 其实啊 刘春宏早就知道了 这套房子的存在 但是呢 刘春宏并没有发起 对这套房子的追讨 也许是董军的去世 和打完这场官司 让刘春宏已经感觉到 累了 倦了 也许是他想让这个 跟自己相处了 十几年的情敌 能够有一个安身之处 毕竟啊 这两个人同时爱着一个人 而爱的这个人已经死了 这两个女人也已经老了 在这过去的十六年里 董家老宅里 刘春宏一直过着 有名无分的生活 而梅子一直是有分无名 但是这两个女人的青春 容颜 希望和幸福 都已经消耗殆尽了 对于董军 他身前就陷入两难的境界 身心疲惫 但是死后仍然要面对着 这两个女人的恩怨与纷争 也许有人会说 一个男人同时拥有两个女人 是有艳福的 是幸福的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 只能是一场悲剧 三个人无一性命 因为婚姻需要的是忠诚和专一 爱人是不能分享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